臺灣方面 臺灣防疫大有成效 四天內三度零確診 截至18日累計398例確診 6人死亡 178人解除隔離 15日 白宮發出新聞稿 說明美國追究世衛在中共肺炎疫情當中的責任 並指出在12月31日 臺灣已經向世衛提出疫情有人傳人的示警 但是世界衛生組織沒有將這個消息公主於世 因而造成全球大爆發超過200多萬人確診 十幾萬人死亡 16號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召開疫情說明記者會 針對臺灣之所以防疫成功的原因之一 是起早獲得中共病毒疫情情報 而這些情報從何而來 去年12月間 一位在半夜2點多 還沒有睡的防疫醫師注意到PDT上的發文 其中一個訊息揭露華南海鮮市場確診7例SARS 還出示了檢驗報告 寫出來除了SARS還有其他陽性病原體 研判是醫院醫師拿到報告 順手用手機拍照後發出來 致命敏銳的醫師立即智慧長官機管署副署長羅一鈞 兩人均認為可能是內部醫療人員討論群組的截圖遭外流出來 所以認為據可信度 羅一鈞回想當時狀況 所以這個我是覺得其實看到這幾個之後就沒有辦法再回去繼續睡 非常感謝我們的這個大陸這邊的吹哨人 特別是像這個李醫師 還有就是像我們這邊這個收集資料之後 在臺灣防疫醫師看到大陸吹哨人的爆料 而得以及早阻絕疫情 但在中國 中共為了刻意隱瞞疫情 卻對吹哨人李文亮打壓 不但在中國失控 更波及全球 15號 白宮發出新聞稿 說明美國追究世衛在中共肺炎疫情中的責任 白宮新聞稿指出 世界衛生組織在整個1月份 讚揚中共的反應 說沒有人傳人 儘管武漢醫師警示病毒可能人傳人 此外 臺灣在看到中共病毒人傳人的報告之後 在12月31號聯繫世界衛生組織 但世界衛生組織沒有將這個消息公主於世 世界衛生組織禁止臺灣 世界衛生組織禁止臺灣 他們在臺灣有幸運 即使人們不禁止從購物 不禁止從外出 不甚至禁止從餐廳和市場 但是世界衛生組織禁止臺灣 因為中國愛臺灣 同在15號 世界衛生組織 在日內瓦總部召開疫情的記者會上 一位NHK記者透過連線 向譚德塞提問為何孤立臺灣 為何將政治擺在全球公衛健康之上 但是譚德塞沒有回答問題 而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指出 世界衛生議題不應該出現地理空白 而美國和澳洲都表態支持臺灣加入世衛 國務卿蓬佩奧也表示 美國將依照臺北法案支持臺灣參與國際組織 當然包括世界衛生組織 在澳洲也有多位國會議員支持臺灣加入 今年5月即將召開世界衛生大會 臺灣也將爭取以觀察員身份參加大會 中共肺炎全球延燒 臺灣三天兩度零確診 圓山飯店外牆也點燈慶祝 16日晚上又再度點亮ZERO 15日則打上英文Salute 敬禮字樣 向醫護致敬 臺北101則點亮其粉紅燈光 寫上Taiwan Can Help 感謝抗疫英雄